差不多了,然後 今天有兩場,一場是 等一下Victor介紹Sketa的 這件事情 然後等一下第二場是老師的題目 然後 其實沒什麼介紹 對,就 今天歡迎大家,然後就直接開始 我會幫你刀為什麼 很辛苦喔 我就做一點好了 這個聲量可以嗎 OK 那 這是 對,這是今天的題目,就想一下 一些喜歡又不喜歡 那個 Actor Model 可以嗎? 可以有點鬆 多到壓了 去 看這個視線 後來 可以 吃這個 螢幕 所以 今天 就 今天就是 講一些 喜歡或不喜歡 然後這個 Tool Star建一個 Server 一個Actor System 那 那 講一下萬一 我 我是 香港人 可是 我在 女邊的生活 所以 我現在在 那邊工作 我現在的公司 叫做Money Mac 是一家 act-tech company 就是 你想像 做一些 bidding 就是 New York Times 啊 ESPN 他們有一些廣告的 slot 跑出來 然後我們就把他們 一些client 那些slots 然後去 Also 還有一些 Avertisement Placement 跟 AdServant 那 我之前 有在 New York Times 做過 New York Times 做一個CMS 就是幫你們 把一些 Third Party 去賺錢 賣一些 然後在之前 是一家公司 它在 歐洲 跟香港比較大 就是做一些 Aquity Trading 官房 這樣子 就是一些的 飲料 或者是Futures 賣的一個官房 然後 還有 神奇的 其實 每一家公司都剛好 是用到一個 act-model 然後 宣示不同的 有些是 有些是 甚至是 甚至是 而且很舊 他們就是 有一個 動風點 的樣子 所以我真是很好的 公司 Marketing 就是要求 一兩個slides 在公司 我們公司 有一個 叫 flagship的 一個 web application 就是叫 T1 terminal 他們就是幫一些 client去 serve creative的一些 management 跟一些 campaign management 的樣子 然後我們會 我們會用到很多 不同的 startup 當然 可能是 我們叫做 ad service 跟 ad management 就是用startup go 我們用很多 現在 就是一些比較 backend 就是比較system 類的一些 系統 C++ 是用在一些 比較需要速度的一些系統 pearl 也有用 lure 也有用在一些 例如說 maptack 就是一些 pixel serve 裡面 java也用 python 是一些 immigration 東西 Rust 裡面 去進行 我們每天 處理的 其實還蠻大的 因為我們 我買過client 像 Apple是新的client 所以如果你們 像看ipad 或是 用macbook 看一些 youtube video 每天課之前 都有大概5秒 10秒 30秒的廣告 那就是我們工作 你們每看一次 就是一個impression 所以我們第一天大概有 150 billion impression 就是你150 看到的廣告 serve 然後我們 那個 那個 時間要求也 也很緊 所以大概每一個circle 就是40 ms 這包括了 我們的 壁點 包括了我們circle 好幾個path 都要做 然後還有一些pixel 的response 這樣子 這是我前幾天 track的其中一個 fundle 上面的一個小 graph 然後可以看到 某些時段 甚至到 通販60 request per second 這是 很多cluster在一起 所以 我也很想 看大家 Asian 的 反正就是 overworld 是這樣子的 然後 這是我女兒 那 1歲之後 太多了 其實想問一下 大家對那個 scala 有一些 background 就是有人有 scala的experience嗎 我知道大家好像 Hasper 比較 專門 然後 那 阿卡 阿卡的 framework 有人在用嗎 有 有 有 一點點 好 先生 那 好 那 我大概知道後面講的時候 有 一些快 先慢 試試看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隨時打動我 然後可以問一下 時間不夠的話 我們之後可以再討論 這樣子 那我們一開始先講一下那個 這個 ACOMODO ACOMODO在這兩年比較 好像比較黃 比較多人討論 其實 因為 scala 跟 ACOMODO進行的 promotion 或是他們的marketing 做得比較好 可是其實這個 ACOMODO在 1973年 已經被提出來 Carl Hewitt 是最大的 designer 他們的 一個paper 當時說 講出來 然後很多 很多不同語言 都有做一段 就是 tation 這樣子 那 earment 是什麼 所以做得比較 是最好的 而且影響的最不好的 就是他 像 ACOMODO本身其實 他們CTO Jonas 他有提過很多次 就是 其實他們都是 reference 這個 earment 我之前的公司 他們也是 他們已經用這個是 大概10到15年了 他們說 其實就是 他們的first tribe 就是用這個ACOMODO來做 所以他們也跟著用這個 innovation 然後 9、9、9、10幾年 他們還在運用 那 這是 一個 如果大家不熟 這個ACOMODO的話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小小的解釋 像如果當 我一開始 有一個core 就是 create一個新的ACOMODO 這樣子 之後有一個 那個Mutation 它裡面有 Behaviour Behaviour Behaviour就是它的 Received message How it responds to the Income message 就是當你有Message進來 不同Type的Message進來 你怎麼Respond 你有不同的Behaviour 給它swap 就是隨時可以換 可是 一開始就有 Define Internal state Internal state其實就是他們的 Internal variable 跟Collection 理論上 一個ACTOR 應該要 Encapsule 他的Internal state 就是 One is Acess 他們的 Collection The only way 是 如果你想要 得到裡面的資料的話 你應該去Send 個Message 給他 然後他會做一些處理 然後這樣去傳一些 他們認為可以 Exbox出來的資料 他們拿出來 然後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Eventure 的路 在那邊討 一個ACTOR 當一個新Message 跑進來的話 它會跑進一個Mailbox 一個Mailbox 最基本的Default 的Information 就是First in First off 新進來的Message 先被process 放進來的就是最後 最後 然後每一個Message 在process的時候 其他都會在等 等他第一Message 做完 完成他的process 才會去Tip 所以 你可以想到就是 你必須要去想一些 什麼Lock 什麼Supplementation 就是你在幹嘛 最討厭的東西 你會不會看 就是很討厭 那如果沒有Box 買的時候怎麼辦 沒有Box 有可能會買 Mailbox 買的時候就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表示你的CQ 會在排100% 理論上 你可以做很多動作 第一 你可以把它HotSpot 到一個Rollter去 然後 Generate一些 Chill actor 然後用你自己的Incognition 去做 表示 你邊緣去Rollter 下面的人在幫你做事 然後你把Message Dispatch出去 大概 其實你可以 每一些必須搜集說 我的Mailbox 如果到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usage 你就要變身 去做別的Stand 那 你 如果做一個好的Incognition的話 理論上那樣 我是不會買的 而且 它每一個 在裡面的Process的話 其實挺快的 然後 然後 那 Akk的Incognition 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也還好 就 大家要知道 它是在JBM上面 所以它只能用Java Enterline 就是一個Java的 Threatment System 如果你 進去看它的Source Code 就是你在它的Scaladoc裡面 你可以認知他們的Code 其實是最精好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 就是 其實也是在做一些基本的Threading 我會說Lock 一些什麼 Synchronization的動作 不過 它就是把 所有的東西 丟在後面 你不需要去Revalage 這是一個 High Level Abstraction 你可以不用去想這件事情 它幫你做好 你只需要想Input Output就可以了 它的賣點就是它很賣Wint 大概 如果 它每一個Actor 如果你 就是最基本的話 沒有放些什麼東西 大概三四百K左右 所以一個Git裡面 都可以放到兩點五個六點 那當然其實 你也知道 你在做Java的時候 如果你做這麼多Threat出來 其實有沒有真的實際效用 還是另外一款式 可是它的Claim 當然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還有一些他們提出來的特色 就是他們很多 Synchronization and Distributed by Design 因為Actor其實還有很多 其他合作用的Tools 像Futures Promise 就像他們用的一些 然後他們就是 可以混 他們的Mexing做得非常好 然後還有一些Persistent ReactiveStream 他們經期還收過Spray 然後要把裡面的Spray 的DSR 換成 變成HTTP 經期 剛剛上個月 他們的Version 是剛 剛 Graduate 變成1.0 所以他們還不 還不建議大家換 ActorHTP 因為它的Performance 還沒有fine-tune 不過 以後的大方向 應該是轉去沒有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很好的 implementation 一個feature 就是他們的Supervisor System Strology 這樣子 他們就是 他們的implementation 有一個最基本的 root actor 他們管理下面所有的 actor的一個 處理他們的 方向 然後每一個actor就是 就是它是一個Herarchy System 你可以想像一個 像Folure System的Herarchy 如果你下面有什麼事的話 就是 Rule process 是問題的 他們的Parrot 他們上面那層 會知道怎麼做 如果他們都知道的話 他們會escalate 去往上 所以就是一直report 一直往上report 然後你們的error 可以isolate到某一個程度 可以Blackbox到 如果 例如說 一個process tree 這樣子 然後最左手邊 嘗試去access一個db 然後他fail 他可以把這個isolate restart這個process 或是restart這個actor 其他的並不受影響 然後另外一個點是 location transfer 其實就是 呼應回之前的distributor 他們的 actor的communicating 就是 他們有一個actress 然後 他們不管 你是在同一個box 你的actress 或是在 在the other end of the world 在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box 一個actress 其實就是一樣的 就像你打電話 打到台灣 或是打到美國 打到場地電話 其實都是打一個號碼 然後communication 是一樣的 還是有send up 跟send back 然後 那這個紀錄主題 就是今天講的一些 喜歡的 或是不喜歡的東西 然後 大家也可以提出來 一些點 當他們提出來 一開始 把卡要搬出來 然後去說服人家用他們的 他們的library的時候 他們進行的就是說 我們的library 很容易去conceptual 就是去reason 去想 因為 大家好裡面 很多 那種lock 就是 大家都會 搞不清楚 或是說 他會很影響 有performance 怎麼去fine-tune 怎麼去做 其實還蠻 需要去雕琢的 因為去想清楚 可是當 這個actress system 出來的時候 大家發現 其實這樣還蠻容易懂 所以可能 當fine-tune的時候 會比較難 可是一開始 你覺得到選的時候 去想去理解 其實並不難 第二件就是 我剛剛也提過 actress 其實很 很encouraged 就是鼓勵大家 去encapsulate 他的internal state 然後每一個actor 你會想是不是一個 blackbox processor 就是 其實一個小的processor 這樣子 你不需要管 你的upstream 這麼做 downstream 你只需要管自己的 input 和upfit 還有你自己的 這在一個 在內容 比如說 enterprise architect 那樣很重要 因為 你一個大的 大的一個 proble 一個architect裡面 你可以把 你的 domain cloud separate 還有 modalize 的話 其實會比較容易去處理 當你deployment的時候 你可以不需要 動上整個系統 而且只是某一部分的話 那你這個deployment 就會變得很容易 很清楚 而且比較不容易 有部分target 就是 ACA的implementation 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他們的 configuration 他們的 configuration 主要是 可以 現在 就是 它有很多東西可以 微調 可以整理 你可以記得去管理 mailbox 已經有一個 像我剛剛說的 Default mailbox有FIF 它還有很多種的 implementation 有一些 例如說 priority mailbox 某一些message 你可以自己比如說 我先處理後處理 然後還有stash 就是說 等我個程度 我某些message先抽起來 放到一邊去 先process這些事情 待我換那個stay以後 就是message 搬回來再繼續處理 像我剛剛說 rump time 就是很重要 Dispatcher Dispatcher 尤其是說 experty services 就是 Java裡面的 一個自排庫 它的deploy 我記得應該是 fork join pilot 可是你可以 在某一些situation下 其實你用回舊的那個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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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ace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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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ace 其實技術比較好 而且它還有很多parameter 可以confer 例如說多大多小 有一些指數之類的 也很棒 router 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configation 的東西 我後面會提到 fortorrent fortorrent 就是剛剛我說的simplized system error isolation 怎麼去把你的問題 isolate在 你的error isolate在一個點 你不會影響到整個系統 例如說我今天某一個部分 down super 我怎麼可以不影響到我的client 跟我的access 或是說只影響到小部分 這一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而且當你有一些 third-party library 比如說像 如果我要破一些browser 破一些lab db 或是先 像一些entity system 的話 你不可能guarantee 它永遠不是 100% about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 很需要 怎麼retry 怎麼去re-sealate 怎麼去fix itself the wind-driven design 這是近期也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比較普遍 比較普遍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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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公司做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發了所有的 那個 replication 有一個site叫做 twelfapp.com twelffactorcap 它有list一些很多 例如說 每一個 每一個service不應該 不應該share 他們的 code 不應該share 他們的library 或是bre-bar 還有很多不同的 definition 可是當你在想這時候 actor可以幫助你去 怎麼去應用一些地界的想法 那講一些好的事情 大家講一些不太好 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歡 像我有一些同事他們 他們也是很喜歡用star 可是他們很奇怪 他們真的不愛用act 他們只是用future來做implantation 我們有一些系統 就是pure features 有一些系統是pure equity 然後我們也有pure equity economic feature 他們就是覺得說 有一些點他們比較大 就是這個他們就比較 不是很agree 這個definition 如果這裡有berlin的developer的話 可能他們會有比較有一個strong purposes about their current acting model rather than the 一個一個來講 第一個就是message processing 是blocking 像剛剛 如果想去剛剛那個圖 可以想像 當P的message 會process的時候 這個event loop 這個動作反正是blocking 因為他不能同時在process其他的message 那當他做完這個工作以後 才能做第二根 所以這個動作反正是blocking 那當你想到performance的時候 這不一定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可是當然有別的方法可以 可以實現得到 那之後再講 Message type is another Accurate理論上是 如果看他的signature的話 他是accept any message ScalaDev基本上會很龜毛 很在乎這種事 因為他們每一個東西都要define type 他們沒有type 他們就是後來都不知道怎樣 很不舒服 所以當他們談到 他accus是沒有一個bound的話 他們會很不舒服 他們就會覺得 這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狀態 non-functional 這個大家就會不太高興 因為其實 當你accus model在做的時候 他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tel 就是tel tel 理論上就是我跟你講話 就是 沒有要求要回報 沒有要回應 那 他的retrain就是一個unit 就是nothing 那在一個functional aspect 你會覺得說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situation這樣子 有些人會覺得說 有一些其他的abstraction 一些high level abstraction 他們想法會比較好 比accus model還要先進 Future components 其中一個 還有channels 還有一些像 像disruptor這樣子 其實他們都是很high performance 那我要講一下為什麼 就是 為什麼會其他比較好 還是有人用這個accus model 剛才提到一點就是 JVM2 make 其實當你用accus model的時候 他很容易 很容易會產生很多 很小的什麼option 然後還有一個long lifting 他們的life cycle會很長 然後很不小心 如果沒有處理好 他們會在一定area promote到whole generation area 然後 當然沒有人願意看到一個 major GC發生的 就是有時候 會要做一些很多quine tune 或是experiment 你才會發現 你怎麼可以把我的JVM tune成這樣子 steep-german curve 就是 其實 這件事情 accus model 我說簡單 很容易理解 只是當你要做 當你自己去想 這個design這個system之後 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因為有一些 你會很容易 不小心把一些 eternal state export出去 然後 當你consider一些 例如說 eternal state的時候 你會再考慮 我應該用immutablecollection 還是用immutablecollection 然後就是variable 應該是 如果是一個普通count 是不是應該用一個variable 還是用一個bar來做 這些都要一些experiment去想 去理解 那 所以 當我們在想一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真的 這些是不是缺本 或是有一些不好點 還是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fine tune 做一些調整 去把他們克服 第一 當我們做message processing的時候 是 沒錯 它的remen都會blog 那是本身 因為Eventory本身就是一個mainthreat 那 如果我們 用actor跟future combine在一起的話 我們就可以逃離 這個 離開這個situation 就是當我 這個Eventory accept到一個message的時候 我把它丟到一個future去做 當做這個動作以後 這個event loop本身就是free out 這個mainthreat 我就可以繼續處理一下 一個message 它的缺點就是 當你丟到其他threat的時候 當然是用了沒有threat 然後 當 阿卡的future 就是intention 它不是context server 意思就是說 當這個future 完成以後 把它回來 finish up come back 就是stack 它不一定會回去這個 本身的這個threat 有可能已經在 這個mainthreat 已經processed 那個message 可能它已經跳到那個threat上面去 所以當你做一些 例如說 on complete 或是on failure 或是 就是做一些afterward after path的事情的時候 有可能 你的context 會不一樣 一些variable 你覺得在 所以它已經消失了 你是會看到一些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我之前在公司的另外一個話課 是在講這個future 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參考一下 這是一個小小的一個code 就是一個 piece of code 就是在講 怎麼用這個 actor with future 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句就是 當然是extensive actor 然後第二句就是 imported context dispatcher 意思就是說 我在用哪一個threat pool 在這裡的意思是說 喔 我就用回我之前actor用的 context就是 本身actor裡面的threat pool 可是有時候 當你在做一些 像dbaccess 或是比較 expansive的calculation之後 你可能會願意把它放在別的pool裡面 因為你不想說 然後這邊blogs to too manythreat 然後你本身的threat 會不夠用 這樣子 不過這個是簡單的 所以我自己遇到的 就是最基本的 然後 receive message 基本上就是 整個 accurate and 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 整個define reactory message 像我這樣子就是 像這個最基本的 casex就是 anything 就是 我不管收到什麼東西 我都拖這個smessage 然後 當我完成這個 你看這個send 回來是一個future 就是當我完成這個future以後 我會直接把它send回去 我的sender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就有可能會 像我剛剛說的 那個context meeting 就是回來的時候 會 它的sender跟不一樣 就 你不會send到別的actor去 或是你不會看到的 然後這個future也很簡單 就是 你最基本的就是 return自己而已 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非一個人 還是send a message 那 當你做實作的時候 你可以想很多事情 做很多不同的future 這樣子 下一個是 剛剛講過的 non-functional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actor actor-ref 其實我們是actor 因為 阿可呼呼的利益 把actor的 Eternal state 插進去 所以它永遠 都要你access 一個actor-ref 就是一個 一個layer 一個interface這樣子 它把大部分的 Eternal state 都blog在裡面 做一些最基本的 一些的 access這樣子 那這個 tell the message 它的聲音 很簡單 只accept any type of message 就是 the highest priority the highest hierarchy the highest hierarchy of the type system 然後 send a boob 然後它returns 一個unit 很多 很多 function 包括 然後我們看到 的 就是 return out 當然 你做ask的話 就有一個future 回來 像這個send 學會這樣簡單 它只需要一個tile out 一個message 它會return一個anything 也是 它能return 任何東西 那這個好處 跟不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你可以控制說 我生了什麼東西 你先回來 我把send 可以管理 例如說 我現在 三十件事情出去 十件事情出去 我只需要 等這十個future come back 我就知道我處理完了 我有一個stage flat 那樣子 可是另外一個不好處 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 那個叫time out 的東西 就是 當你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它要求一個 時間 就是 如果我沒有完成這個 因為future就是 A piece of data Eventual exists 就是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回來 可是一定會出現 Either a value or an exception 那 如果這個timeout 出現怎麼辦 它就會shadow的這個 本身underlying的error 例如說 我本來是 x這個day base 等了五秒回來 其實這個 x是failed 我應該jdbc回來 是一個error 可是 因為我這個timeout 出現 我看的是一個timeout error 並不是一個jdbc 這就是一個問題 當你debux的問題 我覺得很痛 而且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它 產生了一個future 就是 當你很仔細要做finding的時候 任何一個future 任何一個threat 跑出來的時候 都放在jdn裡面 finding的時候也是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 能做 能把這個克服的話 就是有 有一個方法 就是有一些suggestive patterns 來進行 其實我們不太 我們 雖然不喜歡tell這個事情 這個signature 可是其實它比ask 好遠很多 就是 就是最少 你可以不用 不用被這個 這個timeout 2 hijack 然後 你也不需要去 produce 新的future 一個small object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想要 qtrade internal state怎麼辦呢 我又不想用一個variant 其實 response裡面 這裡有一些很好用的 你可以define 你的state 這樣子 你可以用 become up become 來做這個事情 在這裡很簡單 就是 就是 一開始這個actor 產生了一堆chow 都出來 這是在最近的 initualization 就是做 做 產生十個chow chow actor 然後 每一個我刪一個id 給他 然後 每一個我都刪一個 叫chow request 然後 return是一個id to一個set 這個set只能夠 就是 keep track 誰把它的response 寫給我們 就把它除掉這樣子 然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receive function 就是做accept initualization 就是這個 所有set 這十個id 然後 當你每receive到一個新的時候 他怎麼做 他就是把自己變成 他下一個acceptance state 可是當他的sets就變小 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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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一個一個慢慢體解下去 然後 然後 他本身 它的好處是本身是一個immutable variable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 所以本身就是一個threat safe的狀態 你不需要去vary 把來按摩一個message receive的時候 這個狀態會不會變成 會不會亂掉 會不會變成 不是1 跳過這個狀態 然後 這很新的 當最後一個receive的時候 他就說 然後所有的char responder都能夠得到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也是很簡單的char actor 就是我睡一下 然後每個actor就random一下睡一下 you could respond 然後send with a feature 給他的樣子 這是一個feature 當然我會把這個presentation post在那個middle page出來 所以這裡每一個length都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他的cote 是不是有那個send 要從send 就是我們一個 那個三活在這裡有關的部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理論上我都很怕火 當然丟去SBG有時候 我來不講倒是很可惜的 最少是Compousable 我要怎麼回去這些列列 為什麼這個時候 下一個點就是 講到這個Message很大 有幾個不同的Solution 其中一個Solution就是TypeActor TypeActor其實在阿卡裡面很久之前就有一個Solution 近期會比較重新提出來 大家會比較想 因為有些人覺得說還是最基本的 Java的interface 像一些正常的Call 就是SendMessage 當我們最想要的東西 當我們看進去的時候 其實這個Actor本身就很簡單 這兩種方法 例如叫Inc1X,E1Y 它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MessageSend給自己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當你Call的方法 本身就是一個Stri-Safe的狀態 它的Process Inc1X,E1Y 這個Behaviour 也是只有這個Message 所以只要你把這個 Inc1X,E1Y 這個Message 本身 Define成Private 其他人Access不良的話 那你這個Actor本身就是不會Receive 不會有意義的Receive到任何其他的狀態 因為其他狀態大概就是不會做任何無事 所以他們只能從這兩個功能去Call 那你就不會 不會CentralMessage 會CentralMessage製作 Process的一些 一個方向狀態 不好意思 一樣的Inc1X是一個 這是一個Function 大寫的 這個 這個 Type 這個還是這個 Case Case Data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是一個Message 它是一個Overlies 請 這個Message 我在下面 Define TypeActive Object Message 其實就是一個Caseology 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很漂亮的 你只要Input到其他的Library 它就用不到 這就是 當你Receive到這個Message 你要做什麼 那它現在唯一的ActorSquad 就是它能Receive到這個Message 就是從這個Function裡面 Pass出去 當你Code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它能把這個Message Send到自己去 然後就從下一個 能Process的Message 下一個能ProcessIn 之後 就會用不到這個 可以嗎 然後當然還有 第二個Solution就是 做一個Base Base Trade Train 然後 那個Train 只聽一些 你有一個 自訂的 Tail跟Ax的方式 然後每一個 你就會說 像這樣子 當你說Tail的時候 你有一個Type Path Restricted 一個Bound在這裡 所以說我一定要是一個 這個Protocol下面的 Tail 或是這個 Type Hierarchy 像這個 你可以看到 基本有一個Train 叫做Protocol 然後每一個 Case Class 或是Case Object 也都是 Extend from這個Protocol 所以當我這三個Message Pass進去 這次放學的時候 都是可行的 可是如果 Any Other Message Pass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 Throw一個Type Exception Error 那 這一個就是 防止一些 錯誤的時候發行 在Define Configuration的時候 Define一個Path 說你錯了 或是說你在Cloud的時候 因為Cluster 它換了 然後它換了個點 然後 當SendMessage的時候 它知道 自己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生錯 然後有些人覺得說 其他的 對,有一些其他更好的 Inputation Future Promise 剛剛提過了 Channels 在Go跟Rust一樣 很多人在用 STM也是很容易 之前有證明很多人 現在比較少 Disruptor Disruptor 可能是LMess 他們有一個Model 他們就是 他們寫氣的 一些Threader 跟那些Actor 那樣子 他們覺得這樣 可是他們的Proof 他們是真的很壞 那 當你說到那個 High Performance的時候 可能Actor Model 是最好的 可是當你在Logic 在這個 Shack 或是Build這個Arcton的時候 它可以幫助 相互的事情 因為它是一個很Hybrid 你可以換成 轉換的一個想法 可以做Dement-Driven Design 你也可以做一些Covered Work 就是說 我同一工作 Duty現在做 Router 就是一個很好的 很方便的做事情 它有不同的Router 你可以用 像Ron Logan 像 這次最基本 就是每一個Actor 我有十個Actor 我有一件事 第一個做完 第二個做完 第三個做完 慢慢慢慢排下去 Random 就是你不管他的Workflow 繼續做 Balance 就是說 所有的Actor share同一個Mailbox 哪一個Actor是Free 沒有在process message 或是說 他的Message Queue 這個方法 就送給他 這一組是Workflow很重要 當你CPU 在跑得很重要的時候 這很方便 Broadcast 就是每一個Actor 有幫忙組 有時候 Math would do 什麼問題 scatter GatterFruits 就是說 我把我的job send給所有的job 哪一個先回來 我就tip他 那這也是很方便的動作 就是 誰快 誰完成 這樣 TowerCop比較特別 就是 我send給第一個 我等一下 delay一點點 再send給第二個 再delay一點 send給第三個 哪一個先回來我就做 因為當你做cluster的時候 network delay 是無可避免的 而且有些cluster 也沒有可能 讓你down 或者做一些事情 要做的話 並不知道 這個是很好的 Consistent Hatch 就是 像那些 那些 就是永遠 我用了ID 用了name 來做一個hash function 然後 永遠都route 到同一個Actor去 因為有時候你的Actor 有一些 或者有一些 underline 的collection 你需要 你需要用的話 你route到別的Actor去 所以 有一些 catch意思 這樣子 那這也是 這就是很簡單 當你想DTT的時候 DewinJuneSize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做一個singleton Hatch 例如說 之前做一個系統就是 一個API進來 API的receiver 本身就是一個singleton Hatch 因為你 就只有一個access point 然後 我需要另外一個singleton Hatch 另外一個singleton Hatch 他負責做一個browser的pool 我需要generate 大概20個browser 在那邊 每一個actor 就用一個browser 我一直要recycle再用它 每一個actor 我丟過去 他的 這個pool 然後再用一個 再回來 這樣子 所以我有時候 就要define 不一樣的 entry point singleton Hatch 這個 另外一個重複 那這個 這個pattern 也是 ARCA 他們suggest 就是一個 define probs 然後 在系統裡面 他永遠可以使用 videor from 這個 archisystem 並不是從context 裡面 將會出來 他們是用system 所以它 under the group accurate 然後你是永遠可以 guarantee 他都是 去到同一個 那邊去 這個router 就是 我剛剛講過一個 concuring worker 另外一個situation 就是 你有molecule node 像這裡就是說 我generate 我一開始會產生 五個child actor 然後每一個都在 contest watch bar 就是說 我會看著那個actor life cycle 他 如果繼續 如果哪一天他突然間 掛掉 像這個turn into teaching what should I do 我應該怎麼做 我會receive到 如果我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我是會receive到這個turn into teaching 那當這裡也是 提醒大家就是說 如果我有事情來的話 繞過去給我的robert 讓robert 還是may child 排隊 其實也是 如果其實會掛掉的話 我再產生一個新的 然後把它放進這個robert裡面 然後我永遠就是有 最少有五個都在調整 永遠都有一些一定程度的actor 在幫我做事情 假如這個掛掉的actor 剛好再出了一個message 就是消失 就是 理論上 看你怎麼define你的strategy 如果只是restart的話 他的mailbox會 persist 就是說 你在process那個message可能會 那個message就會不見 可是剩下的之前還在mailbox裡面的 他restart以後會自動hackup 繼續process這樣子 可是這樣那一個不見 有的時候是嚴重的吧 對 所以你需要一些help function 就是help collaborate 像acup persist acup persist 就是你可以選擇 之前或是之後 去persist這個message 如果像你想到的 現在financial system 這樣子 如果你tone pressure 不見的message 這樣 可是你會 如果能persist的話 你可以save down 那是emotb 我就想說 它會persist到我的地方 那你當你restart的時候 你可以跑回之前的message 重新丟望你的catch 再回去你自行的狀態 繼續做這個事 那可能你迷失掉 就是當時的processing message 那這有好有不好 因為這個message trade本身就是有問題 這個order 這個trade本身就是有問題 可能你會需要skip它 如果沒有的話 你需要它的話 你其實也就是一個order而已 那你可以重新再做一些 copy 或是怎麼樣做 但假設這個message processing過程中 是有side effect 還是 那它 還是就是不能夠 它當然是suggest 你有side effect 可是你也知道 看到contentation 做實作的時候 根本就是沒有必要 因為你去做一個 基本的工作 你做一個name back access 你回來 你不可能沒有side effect 我一定要update 一些catch 我一定要去做一些動作 例如說 去update 一個energy system 或是說 另外一個system 我要提醒一下 我的roadcast 出去這個state 變成這樣做 對 那這樣這種suggest 在 展示做到一半 然後重做 那這樣suggest 就會變double 所以希望它是itempo的 或者 對沒錯 這就是eventual ipersisting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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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當你implement的時候 你要考慮 所以每一個message 其實它建議 是有一個ID 所以當你recept到這個ID 如果重複的話 就知道我 對 你要討論說 我自己有沒有process過 或是說為什麼 我要重新recept到這個statement 這些都要你自己去實作 他可能是沒有provide這個系統 你要去想去做 那那個做過的ID的這個紀錄 就不會是keep在這個 如果用persist的話 他persist的話 他有幫你去keep track這件事 他可能就會有一個global的state的shake 他理論上是save到 database去 那當你回來這個的時候 你就會從這個 database 讀到那個頂 好 我的cash build回來 那我就知道說 我上次在這個頂 OK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好 JBM 最重要的是 這件事會很煩惱 我是剛好跟Red 他們都說 真的 當你build一個新的事情的時候 你需要很繁复地 繁复地一起去調這個JBM 你的EASPACE有多少相對的分析 你的MIGGC要多負負的設定 你需要R1的MIGGC Old Generation要多少才多負責 多負責去flug 所以這是很繁艷 可是當你學之前在JPM的時候 你已經嘗試過這種繁艷的事情 相對的你其他的一些Skills 像那種Profiling、VCVM、Debugger 或是說有一些Tour 我們外面公司會買得到 一些JProfile之類的東西 你都可以繼續用 因為它就是一個JPM 對公司來說 你用上市會說 我用一個新系統 那你需要花錢去買新的系統 去幫助我們 必須要這個你的經驗中 它是 我看你這樣形容 你是大致上用CMS嗎 之前 對,之前他就講是做CMS OK 有試過像G1GC有比較好嗎 還是 我們沒有換 對 並沒有換 因為也有外面那種Commercial JVM Azuzin 對,那有那種 對 因為LMAX他們 LMAX他們 就是後來換成Azuzin 在用 他們是唯一我有聽過用Azuzin 可是 也不知道 其實有某幾家銀行類的 也是換取得說 OK 真的比較好 所以你有知道 說成功的例子就是 有有有 OK 因為 因為很貴耶 很貴 特別是後來Java 7 以後 他們有很多這樣的 比較難願意付錢的銀行 其實都是銀行類 他們就比較願意 像UDC 或是說 其他法國銀行網網 比較有什麼 我知道 他們就有在用這件事 對啦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就算換你SCOT 你可以早用 你覺得 用了一切的東西 繼續 對 大概要到多大 是要開始考慮這些東西 就假如是一個在台灣的人們的狀況 當你需要多於一個BOX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要考慮這些 當然你只需要考慮一個 如果一個AWSBOX 像24 core 然後64Kgram 如果能完成一個事情的話 那 我先問問問 可是當你需要 Modible BOX的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 對 那 剛才那邊感覺 提到的都是比較 是in-memory的 的東西 那 因為我想像 每個ACTOR都是一個THREAD 對 那THREAD應該也是 沒有辦法 那麼無限的 開 那這件事情 會 對啊 其實每一個THREAD 你在跑的時候 也是一個CPU 是 而且CPU本身應該也有 他自己的Scheduling 去看這些THREAD 什麼時候RUN 那這會影響到 會 基本上會 所以我每一次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也開著那個TAR 或是HTAR 在看那個CPU 跑在什麼程度 然後它的System Load 其實這些 阿卡大沒有在講 阿卡廷沒有在講 沒有在形容這些事 可是當你做的時候 你需要說 真的就看著那個CPU usage 跟Modible usage 去fine-tune 所以 像我之前有一次就是 那個file description 開太多了 一小時 然後跑的時候 那個CPU usage 好好的 突然間有一秒 每一個HIT 100% 整個AWS 那個box down 連線好幾次都這樣 後來發現 可能file description 如果過多 才會到這樣子 那這些事情就是 對 就是THREAD 梳理的不好 就是太多THREAD 都是在跑 就是 就是要你自己去fine-tune 所以你有辦法很直覺到 現在run time 到某個層次 每一個 每一種actor有幾個 或者每一個mail box的嗎 只有 阿卡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tool 叫council 如果我們會記錯的話 所以它不是很受歡迎 因為它需要錢 好 它的Invent Interface 非常的酷 它是有一些像 Radio Video 然後可以看到 多少app在跑 多少在用了多少threat 很多資訊 然後 它可以幫助你去考這些事情 那 大半然我們做的時候 並沒有考量這個是 因為 公司 不太願意花這個錢 然後 你就是要自己去 連到這種程度的公司 都不願意花這個錢 那這個錢不就是非常 不是 就是 你說 有比較大的公司 像 Guardian 像 Roma 他們是直接跟 跟阿卡 去有一個 就是 什麼說 Client 就是他們是他們的 他們會有一些 consultant down的公司 去幫我們做類似 那 當你 當你有這個 consultant service的時候 他們也會給一些 這種service 或是會說服你去買 這些東西 那 這種狀況之後 公司就比較願意 你的 Upper Manager 就比較願意說 OK 這需要的東西 這的確會幫你當 可是 當我們 其實 我們如果公司在做的時候 需不需要到這種程度 也 會自身發揮 因為其實 當你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我們會 我們會用 StacksD 隨時播放的一些 資訊 那樣子 我們會放哪些去 去看 一個資訊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 OK的狀態 我們可以自己去發揮 這樣 對 對 剛剛已經面子到 Ferreg和Ferreg 跟Ferreg 最前面子的分別 是一個Actor 一個Ferreg 還是說 其實是多個Actor 卻一個Ferreg Actor的數 是效果的數 大於 一個Actor 是最基本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剛剛 你說有 2.51點的Ferreg 那比較好 2.51點的Ferreg 也有暫時 所以 對阿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在他的網站上面 他的標榜 就是說他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可是 當你實作說 有需要到這個Number 或是說 這個Number 是Rule的Stack號 這是一種詞 所以你們 實際上 有開的Actor數字 是 不需要 可以 不需要 對 可以想說 大概有什麼想 很難講 這Depends on 你的Hardware 對 對 你就是 沒有到什麼 上面 然後 因為 當你在做的時候 每一個Depth 或是什麼樣 它就有自己的Memory 需要 所以這些就是 那些是去挑 那如果說 裡面的 的確有自己的 Ferreg 的話 我們再處理 Mailbox裡面的 Ferreg 是不是還需要 用Sync 的 Future 或其他 如果 對 其實如果你看到 Inventation的時候 你會看到其實 它就是 Sync 但是 那一段是 寫的時候要注意 還是 它是 Actor內部的 Inventation 當你做的時候 其實是 不需要看 可是我覺得 當你 一開始學習的時候 去看 這個會比較容易 像 Ferreg 有一個 Course其實蠻好 它有兩個Course 應該說 就是 他要自己去 講 只是像第二個程度 比較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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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這樣去看 就是說錯 就是看了 你這麼多個Course That makes sense now 你會覺得說 原來是在那裡 這會不一樣的 Sync 對不起 我所知道 因為 阿卡我有用的證 我所知道的是 就是 因為你每一個Actor 他都有跟他相關的 Dispatcher 所以基本上 你就要看那個 Dispatcher 如果你那Dispatcher 假設你那Dispatcher 你就給他 八個Thread 那你有一百個Actor 這個Dispatcher的時候 他們就 share那個 所以 你有一千個Actor 那個 One Dispatcher的時候 就一千個Actor share那個 所以 其實並不是 一個Actor 其實並不是一個Actor 就是一條 所以 這樣是不是也強迫 說 當我在Course 這個Message 問你 這個很多人 你覺得我 當場戲的發生 對 通常 如果你 它的Dispatcher的話 大概就有一個FORMULA 你的CPU-2加多少 那麼多個Thread 然後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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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剛才 Vector 他有講到說 我會把一些Blocking的東西 做 放在Future裡面的時候 你Future也會有一個Dispatcher 所以 所以 你那個Dispatcher的話 你就會去給他弄一個量比較大的 然後 就是放在Background去Block 對 所以 一開始 通常就會 像 一般對本身Actor 就是有一個 比較小量的 像你說的 一個Dispatcher 那只是AcceptMessage 當然 你說Future一些 比較Expensive的Process 你會做一個比較大的 的Threadful 在那邊等著說 可能那個Block 比較需要的這樣子 所以 提到的Tuning 就是在 Tune這些 Dispatcher 要用到幾個Thread 或我想要 開幾個 相同的Actor 的這些事情嗎 對 其實很常識 所以 所以 可能 角色 我一個Orizen 寫好 角色都已經確定了 可是至於 這個Actor 要升到幾個 或者用什麼 Dispatcher 就是這個東西 了解 那 請問你們 就是實際用起來 你開那麼多Actor 那 會 就是有一個瓶頸 像是 Memory 不夠多 或是CPU 或是IO 還是你們會盡量的把它 聽不到 都可以 用到滿這樣子 呃 看 如果是AWS 的話 我們會比較滿 如果是Hardware的話 我們就會盡量說 有一點空間 這樣子 我想 你意思是什麼東西 會先用完 一定會先用完 哪一個會先用完 一定會先用完 哪一個會先用完 對 平時 因為 Depends on 你的 你的那個Soft 是來用的幹什麼 就是做什麼 有些事情 是CPU bound 有些事情是Memory bound 因為像你剛才講 2.5mm 就馬上會想到就是RAM 對 RAM是 對 就是基本的 然後像 像我之前有一次是做 很多Active去做Browser的話 那個時候就會變成CPU bound 因為你開50個Browser 那當然你的CPU就 就是很符合 就會掛掉這樣子 那就是CPU 比Memory不早掛 那的確是 就是 你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這個問題 這樣子 可是這樣是不是就等於在 QRT Assurance的階段的時候 會 把你的Overage壓爆 你確定嗎 QA嗎 其實QA不守護這個件事 我覺得是應該之後 UAT 有一個Stress Test 我們有一個 其實我們叫Gathlin 它就是一個 Stress Test 的Effirmware 也是Scholar 然後它就是可以測試 出的 意義 多少秒 多少個Request 然後有一些 代表Number 可以去Generate 然後那個就是 難用來說 怎麼去微調這個事情 那要怎麼確定 因為這些微調都已經 based on 你已經訂好好幾個RAM 然後這些RAM 怎麼做事 那會不會到最後 其實要翻掉的 根本就不是那些 Tune Appellator 而是你不應該這樣 去安排這些工作 那就是 對 那就是你一開始要想事情 沒有想好 可是如果一開始 可是這種初始的Design 對 如果最後才知道這件事 那就還滿災難的 對 所以要怎麼 第二天說這個是 對的 或者 或是這個 在什麼地方 怎麼 一片嗎 好不好 其實這一個真的很難講 因為就是 你本身就是 一開始想的時候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然後就是 你有多少Hardware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的Hardware是怎麼樣 你一開始要知道 就是 你是要再用一個 AWS的BOX 還是用一個 Monster的BizipBOX 你可以用 然後 你怎麼去 去Design這個系統 其實說什麼 你在做 Java 或是做其他系統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Bizip塊 這是一個Software Ear的Bizip塊 就是要去想這個事情 所以 變得特別大的 那我有一個 有相關的問題 就是 你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沒有啊 你說了很多 Dispatch 這種情況之下 人家常常會談到 Back Pressure 這個概念 就是說 你如果 Downstream的 破 如果沒有辦法 Catch Up的時候 你Upstream的Pull 需要Stop Processing 把資源 Seed給Downstream的 這樣子才會有Stability 所以像 你那種 Message Passing的時候 它有沒有什麼 Back Pressure 的Mechanism 對啊 ArcStream本身就是 就是有這個 Function 就是那種 JPM對Wire 那你 做本身 我們 Accurate對Accurate Message 有做一個 Threatment的工作 對 然後你本身自己 也可以 Define一些Protocol 像 像 我之前有做一個 像 WebSock的 那就是 當時 就是 要自己去上一個Protocol 就是說 我當時呢 Accept了一些Message 然後 就是Back Pressure 其實是同一個概念 當那個 reactive stream 你做 其實我們應該怎麼做 就是 每一次Process之後 你會跟他說 我的資源有多少 但你Accept了一些Message 那你就傳給他 這樣子 其實也是需要的 所以 OK 你是要講 Sophic Pressure的Mechanism 是 自己 對 其實需要自己 它還沒有 這個 就很像用UDP一樣 就是 對 記得展示 我記得下一個Vusion 會比較多 比較多 Pattern 它遊戲 釋放出來 就是幫助你 像有些人還會說什麼 你Start的時候等幾秒 或者多少時間 一直做完 這樣子 做到我們Actor 它也會做到 那些就是 就是在很多任務上面 可以做 可是現在Stable的Vision 我們竟然沒有這個 這個Pattern 還有 又回到剛才那個GC的問題 對不起 因為這是我很大的 很大的Headache 所以 我以前都覺得說 像有 純粹Actor Model的東西 不會遇到很嚴重的GC 問題 可以把一個大的JVM 變成好幾個小的JVM 基本上小的JVM 是沒有GC問題的 GC問題是來自於 它Heat the Size變太大 對 那可是當你有一些 可是你如果 純粹Message Passing的話 你就在一台Physical Machine 上面run很多小小的JVM 就好 是 如果每一個就是做 就是一個Live Cycle很短的話 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可是問題就是 有一些Live Cycle很長 這個Process的話 所以你實際上 真的會在一台Physical Server上面run很多小的JVM 會 OK 會 就是像會跑大概三 我們有一些Box會跑到三十個程式 像我之前在第一頓工作的時候 我們Filepster 它甚至 一個Server 它的一個Server一個Pole 沒有大概 三十到五十個Process 每一個Process可能就是 加加 可能是Java 可能是Tickle 那Java當然每一個Process本身 就是一個JVM 這樣子 好 然後它也會做這個事情 有一些Earling的Developer就會 complain這件事 就會覺得 這不是一個ideal situation 不是J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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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做這個 來Scholar的 就是Actor的Model去想 其實 它需要一個Line-A-Curve 當你的Team 要換進去調到Team 換進去Scolar Team的時候 的確需要一些時間 去找Slide的日文 可是 有時候 當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因為它本身是JVM 那很多事情 就是不需要做太大的動作 去改變 像之前 前一陣子這個AWS的Number Service 叫 就是一個像 Micro Service的A-Curve 就是把一些Code 丟到AWS的S去 或是一個Box 就是一些Code 然後 我們Team上的一陣子 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把這個 這個Action Wrapped成一個Future 然後就把它拖出去 其實 這也是很方便 照我的Model來看 就是其中一個Code 像Code 這樣子可以進去 然後 全部不需要說 做什麼特別的工作 然後我就跟上司說 我們再用新的 新的技術 然後上司可以跟上面 跟上面會把我們CTF更開心 這個Curve 這個Curve是Scalar的Curve 還是Actor的Curve 很難講 因為我覺得Actor 感覺更難捕捉 Scalar就是 語言 就是 這是 你要有基本的Scalar的概念 才會有 其實現在已經很多 像我們這個 第二個人 有些Tent 的時候 我們就問他們的一些 Java Apes 一些Culture的概念 當他們有些基本概念的時候 當他們換成Scalar的想法的時候 想見 Map Lap Lap 這個想法之後 有這種Base的概念 之後去想這個事情 很容易 但假的這些 在場很多人 大家都有Hasco Background的情況下 這個課程應該就不在 不在這邊 沒有啦 說到這一點 因為是Hosted Language 對不對 所以你的StackTrade是什麼樣子 StackTrade是什麼樣子 你的意思是 StackTrade你滿意嗎 OK OK Dependent 不同的component 當你做一些比較大的時候 當然是 你會有一些technical depth 就是 因為你可以看到 Scalar的就是這樣 兩個人一直在換 然後每一個人 就是在做的時候 其實也在學習 他有些看 那你可以看到 比較舊的空 可能就是 在做一些比較笨的事情 然後你比較信心 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那這些 也是要慢慢慢慢 就是去 做去改變的 所以 滿不滿意嗎 是這樣的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 你有Exception 你拿到StackTrade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的經驗中 這些hosted language 的StackTrade 都掺雜很多 就是 implementational detail 在裡面 會 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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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你這種Message Passing 它基本上 它StackTrade裡面 不會出現超過 之前Received 那個Message賣點 理論上 是 可是當Define the Future的時候 所以要自己去 裡面StackTrade 對 你怎麼去KeepTrack 你怎麼去Activate 那個Error 也是一個問題 那 實驗值 所以我們趕快去Rubble 比較 就是 就是Activate Model 就是這個 我覺得是 還蠻方便的 就是當你想自行的時候 你可以換一個 就是 Domitration Design 或是說 去想這些 其實Problem Set的時候 比較容易去理解 然後 有時候它也會幫助你一些 去想法去 去做一些issue 的工作 因為它根本強不夠你去 把一個Message 傳給它進去 那 到現在 大家都在做這個 Problem 或是 大家都把他們的求是 丟到ABS去 大家都是認識的 所以 這也是一個 蠻好的 強迫的作業 就是 它也在幫助我們一些 對 一些提供 那 如果 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是 可以 可以 可以用Email 或是 其他地方聯絡 而且我們公司其實在前面 所以我們在亞洲去 我記得好像是 有一些 Integration Mail 需要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這樣 謝謝 謝謝